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2 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二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OK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就在刚才科技圈的春晚年度相声大戏正式开演 老罗的锤子科技就在本次盛会上正式发布了两款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机 Smartiz M1和M1L 在外观方面两款新机正面因为不想长得像三星 所以选择了长得像iPhone 背部设计则相对比较圆润 下方的圆形Home键除了支持指纹识别之外 还可以实现开关机等操作 而在配置方面M1采用5.1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主频2.35GHz的满血版骁龙821处理器 内置最高6GB LPDDR4内存和最高64GB UFS2.0机身存储空间 提供一颗23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 内置3050mAh的电池 且支持最高24W的快充 而M1L则将屏幕升级到5.7英寸2K显示屏 电池容量也增加到4080mAh 此外锤子还发布了全新的操作系统Smartizm OS 3.X 功能太多小编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 最终M1定价4加32GB版2499元 而M1L4加32GB版2799 6加64GB版本则售2999元 镜面不锈钢6加64GB版本3299元 情怀已经开始蔓延 各位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哦对了 罗永浩版本的高德导航也正式上线 全程高能赶紧去试试吧 今天荣耀在西安正式发布了畅玩6X 新机采用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70655处理器 前置800万后置200加1200万像素组合的双摄像头 内置3340毫安时的电池 标配版售价999元 高配版为1299元 尊享版则售1599元 此外荣耀还发布了荣耀手表S1和荣耀平板2代 其中S1手表售价699元 荣耀平板2则是999元起售 高通今天在香港正式发布了 骁龙653、626和427三款处理器新品 骁龙653和626预计将于2016年年末商用 而骁龙427则预计将于2017年年初搭载商用终端面试 随后首款搭载骁龙653处理器的设备就亮相安兔兔了 它就是OPPO即将发布的新机R9S Plus 该机拥有6G的运存64G的存储空间 采用6英寸1080P显示屏 同时前后摄像头均采用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整体来说比OPPO R9S更具有吸引力 就不知道价格有没有吸引力了 近日诺基亚正式宣布将参加2017年移动世界大会 至于发布什么新品暂时保密 随后有外媒报道称 诺基亚正准备两款全新的旗舰手机 除了外形抢眼外配置也足够彪悍 搭载骁龙821处理器和226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 而此前曝光的DEC其实是诺基亚准备的平板设备 配备13.8英寸屏幕搭载骁龙4308核处理器 运行安卓的7.0系统 同时诺基亚首席执行官也明确表示 他们明年至少发布一款采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 那么现在会有小伙伴为诺基亚准备钱包吗 今天乐视总裁贾跃亭贾老师发微博称 将在10月19日举办乐Next北美全生态落地发布会 主要的目的在于将生态落地美国 乐视这次或将发布多款新品 同时将发布全球首款人工智能手机 也就是AI手机 此前工信部也曝光了新机的外观及参数 而从冯信的微博尾巴来看 新机将被命名为乐DUO3 真是拗口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